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首先介紹一些Social Ventures Hong Kong 香港商業創投基金 我在2007年開始 我們做了一個model叫做Venture Philanthropy 就是創投慈善 我們希望用一些商業的手法 和投資的工具 去做一些社會的問題 而我們覺得這些問題 是不一定需要等政府去做的 我們現在去後面就有 300位的Professional Volunteers 一些專業的義工 包括律師 會計師 管理資訊等等的人 我們現在Project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這些類似的Project Green Monday Diamond Cap 轉滴 暗中作落 和Darlene Dark等等的Project 稍後我也會講一些大概的情況 這班就是我們的支持者之一 他們多一些來自商界和投資界別的人 因為這個創投資線的事情 就是大概十年八歲就比較流行在歐美那邊 很多投資界別的人都聽到 我們覺得以有一種新的方法 原來不用一定等我們的稅金 分了去某些地方 再下來的社會 我們可以直接做一些投資手段 是一個對很多專業人士都覺得很有趣的東西 我自己都是來自商界 我經常都用這張照片來代表我自己 因為我今年六月就做了一個 都叫Change the Game 我泡開十年馬奶蟲 但是今年我參加了一個叫Super Marathon 是叫Goldbe March 就是在哥碧沙漠 就要走七天 走二百五十公里 那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我今天嘗試說一些這部分的東西 我覺得做一些普通的遊戲 你也要做一些不同的遊戲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稍後會再說多一點 這個遊戲大概七天 你要走二百五十公里 每天有一個賽道 大概頭四天每天一個馬拉松 第五、第六天連著一個偽行者 就是走一百公里 大概一個這樣的設置 那麼哥碧沙漠 就不是大家想像薩哈拉那些很多沙 它都是在新疆某個地方 究竟沙漠是怎樣呢 在裡面跑會是怎樣呢 那大概是這樣 我給大家講一下 日頭四十度接近 那在一個周圍都沒有什麼 不會很危險 因為都沒有什麼猛獸可以生存得到 那你只會看到一些很細條的色役仔 經常飆過 晚上是三度 因為溫差很厲害 太陽一收大概半個小時 很快就會很冷 那你就要立刻拿回衣服 都有很多山的 那這幅當然是做一些最型的的出來 大家看看 不是經常都這樣 那很多 有些河流 那你要遮住一些水 那當然那些水泡就會很辛苦 當時 最高去到海拔三千呎 那很多朋友都會開始 有些幻覺 頭暈 一路走到很高的地方 這裏就不是過壁 這裏是香港 如果大家不是香港朋友 這裏是其中一種香港的房屋 如果你有機會搬來香港 你會找到這種 叫板間房 大概少過 我想這裏一定是少過三平方米 就是三十呎以內 多放一張床 我覺得這個是沙漠 很多人今天在香港 我們是其中一個世界最富庶的地方 但我們貧富差距是很遠 很多人活在一些沒有希望的日子裏 我希望拍不到你們 你們很多人來到香港 香港廣東道 介紹一下香港給大家聽 我們是很長的隊伍 同時間我想告訴大家 香港有很多這些隊伍 我們排著等著 威脅的服務 老人家要排入一些 政府資助的老人院 大概要排三年 有三分之一的老人家 排不到的 就已經離開了 我們要等房屋 但是有些新來港的婦女 可能她未拿到身份證 要等七年 她才拿到身份證 再等三年 才能夠進入公屋 大概三年 不過現在聽到很多三年已經不行了 大家看了特首的計劃之後 我想大家都知道 可能五六年都未必可以 我們很多商場 大家買東西的那些 不過每間商場都差不多 都是那些店 很多發展 發展的字就等於商場 產平所有的東西 是一些大的建築 但是我們都很厲害 我們發明了很多新的房屋 除了板間房 還有劏房 大家現在多明白了 分別在哪裡 我們還有很多那些 棺材房 有沒有聽過 龍屋 兩層都還未夠 我們需要三層 一些只是爬進去的 它的概念是來自日本的棺材酒店 香港有最貴的赤租 的一些地方 這些比半山的赤租 香港這個沙漠 很多很多的問題 我們貧富懸殊 我們人口老化 我們對於 minority group 的一些處理 一些傷殘人士的幫助 我覺得我們作為大城市 可能都值得羞恥 其實除了香港 全世界 現在都出現很多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這個沙漠 是最有錢的2%的人 是擁有了50%的財富 他們擁有了他們玩遊戲的方法 所有的東西都是跟著他們走 包括我們政府的 policy 包括我們所有其他界別的人 都是因從住一個 我們的所謂的 mainstream 去做這個遊戲 這些可能都有你們的縮影 在Wall Street 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擁有他們 他們在想著很多不同的事情 他們在想著 我們想贏 你輸最好 我們在想著我的泳池 什麼時候可以有 在我的屋後面 是這些人開始 你想想 如果我們繼續是全世界最擅長的人 畢業之後 都是在做i-bank 做一些管理資訊 我們世界的 mainstream 就會變成他們 繼續是因從住這個 舊遊戲在玩 遊戲開始 我做得準備功夫不夠 我以為這個比賽是 走就算了 怎麼知道 5 4 3 2 1 開跑的時候 嘩 全部都跑的 糟了 我以為走完 好像是偽行者 我也玩了很多年 偽行者 怎麼辦呢 那就跟他們跑一會 可能他們想吃鬼的 你知道比賽的 奧運的 好了 跑了一分鐘 咦 他們不停的 再跑五分鐘 咦 都不停的 跑了半個小時 都不停的 原來他們這個比賽 很多人是為了贏的 他們有不同的目標 有些是為了贏 有些是為了減肥的 有些是為了賛肥的 幫助一些NGO 有些像我這樣 傻傻傻 就貪玩而已 我最後都跟他們跑 跑了大概三分之一 我當然不是冠軍 但我覺得跑一下也很好玩 跑完之後的結果是這樣的 這個蘇格蘭人 就在山上滾下來 頭不厄裂 這個人在做什麼呢 我再給大家看看 水泡就不用說了 最高紀錄的 其中一個單掌 一隻腳掌裡面 生了十六顆水泡 當然是生完 你一定要刺爆它 每天回來 就是做這些 你有一小時 就是把先人掌的針 挑出來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在山上每次跌下來的時候 旁邊也有一棵先人掌 平時沒有的 你每次一跌 就像卡洞片一樣 咬到那裡 會刮傷了 水泡 生完就可以再生 你在這裡處理很多 做這些 每天回來就挑這些 我回來 兩個星期之後 在開會 都還在撕著 那為什麼人們會去做這些事情 改變遊戲 為什麼有人會去做這些傻的事情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目的 就是剛才說的一些 阿Brett 其中一個跟我一邊跑很多的一個人 跟我的速度差不多 雖然他還肥了我一點 他 他的兒子很小的時候 跟太太分開了 他現在還是自己一個人 但是他跟兒子 來不來也有見的 唯一溝通的就是運動 我想他來這裡是想做多些事情 跟他兒子有些事情可以分享 這個其中一個朋友在香港 住了很多年 70歲 是全個比賽最老的一個人 他去 他玩了不止一次 我想他想證明一些事情 這位女士是美國人 美國律師 他去了阿拉伯國家 去做一些維權律師 但是他因為某些原因 他們在U.N.那裏做事 就不可以出去 因為外面 怕對婦女有些不安全的地方 他每天練馬拉松 就是在樓下停車場而已 那我圍著跑跑跑跑 但是他時間很快 Pamela 美國人 大半生都是瘀走的 那他直接有一次 見到一個馬拉松選手 有一間NGO 就是專門去跑步 去籌款 去幫助一些瘀走 或者吸毒的人 他現在長時間為他去跑 每一次跑馬拉松 都是去幫他們 raise fund 我們有沒有選擇呢 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 覺得這個系統不好 我們做一些事情 去break the system 我們去occupy Wall Street 去哪裏都好 去衝擊他們 去寫文章 或者去罵他們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做一些事情 究竟這件事是什麼 我們發覺原來香港 或者世界各地 都很多叫做social innovator 是慢慢做一些事情 去積極去面對這個沙漠 由老師大家已經聽過了 孟加拉經濟學教授 教教學書他覺得 我不可以看著貧窮 這樣繼續下去 我覺得教授 教教經濟學 我們都有一些事情 可以實踐去做 他開始做Gramine Bank 做micro finance 就是名額貸款 小額貸款 這個概念 在過去三十幾年 除了幫他2006年 拿到諾貝爾獎之外 還全球幫助一億人脫貧 有一個新的概念 將商業投資 變成一個工具 去扶貧 Nicholas MIT Multimedia的主管 叫Professor 他很大年紀了 但他離開了MIT 因為他發明了一部 叫做one laptop a child OLPC 他看到一個大問題 我們做這麼多科技 這麼多大學的研究 但是我們看到一些小孩子 現在是沒有電腦 一生人都不會接觸到電腦 這個數碼熊溝是很大的 過了十年八歲 我們會看到 這個世界有兩堆人 一堆人 好像你們 拿著iPad拍照 或者拿著電腦 你們有幾部電腦 很多小孩子 今天一輩子都接觸不到電腦 他們再不會有機會 住在城市裏 他們的機會 和另外一班人 是分了兩個世界 他跳出來 就是他覺得這部電腦 我見過他演示 放在地上也不難 又可以很便宜 去做一個option 給小孩子 他希望為一個貧窮 盡一點力 Jamie Oliver 設立了Fifteen這間餐廳 還有做很多社企的工作 他希望教一些編青去煮飯 令到他們做一個出色的廚師 可以為他們一生 改變一個命運 因為穿了五六成的一些年輕人 如果犯過事 很多時候都是只能夠重返 回到舊路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不會有機會 家裡不想去回來 想找一份工作 都有人有案底 而不能夠找到 所以Jamie Oliver 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為什麼這些人會選擇做 Change maker 當有些人看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一些社會的挑戰 他覺得 我想投訴 我想罵 罵政府也好 罵誰也好 究竟為什麼這宗新聞會發生這件事呢 但是有些人 他會看到Solution 有時候我們叫他做Heroes 但是我覺得今天 要做Heroes很難的 你又要立刻 好像又被別人 其他人對著你的眼光 覺得不知道你怎樣 爸爸媽媽又不明白 為什麼你身高良準 你又不用 你繼續做這些事情 做Heroes很難 但是 是否只可以做Heroes 才可以做一些 Change maker的事情呢 回到香港 大家看到這些的士 所有的士都是輪椅 是不能夠直接上去的 他們要過車 他們的輪椅 就要接到後面 但是現在如果大家在街上 會看到一種叫鑽的 看到你們很幸運 因為暫時只有五部 叫鑽的diamond cap 這個車是可以輪椅直接推上去 而可以載到兩部輪椅 過去有些NGO都在做很好的服務 是在服務一些輪椅朋友 但是遠遠滿足不到市場的需要 他們大概有20架車 但是這個坊間 非正式統計 做一些白牌車 不合法的一些Van仔 拿來載輪椅 只是輪椅也好 差不多是超過100架 警察都不抓 因為抓了 那些輪椅朋友都不知道 有什麼選擇 我們出了轉滴 我們未有久能夠解決整個問題 但是我們想告訴別人 我們不用政府錢 我們用一種不同的選擇 都能夠做一些新的方法出來 動用出來 去解決我們的問題 Doris 記者十幾年做了 突然間辭了一份工 她就說 我要將轉滴做起來 因為她媽媽 剛剛在當時中了風 需要坐輪椅 她很明白那個難處在哪裡 她的生悲就是 我做記者這麼多年 這些問題重重覆覆 過幾年又再發生同一個問題 採訪同一個人 她又說同一個說話 這個世界沒有動 我不行 我要做一件事 不同的 出來 最後她成功了 launch 了這件事 現在我們準備很快會加車 這個社企 我們是動容了很多不同的人 Joe Knight 是McKinsey的Managing Partner 在香港 他現在是我們的Volunteer Chairman 在這個Board裡面 每兩個月除了他之外 是我們義工 我們還有的士業界 做我們的投資者 有安老業界做我們的投資者 每次在McKinsey開會 有些的士人 有些安老業界的人 很有趣的情況 但是我們一起說 如何為香港的輪椅朋友 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Patrick 其中我很尊敬的人 做戴倫尼德 戴倫尼德 戴倫尼德 大家可能去過了 一個全黑的展館 在德國距離的概念 到今天來講 第一年已經可以 Break Even 第二年 我們今年有色派 是可以告訴更多人 原來是可以這樣做社企 王耀明 我們一起做暗中作落 很多不同的人 是會參與下來 幫我們做一些事情 如果你想到一些很有趣的計劃 Sindy 完全不知道她是社企 但是參加了一個Social Innovation Award 贏了 她就說 有助養小孩 為何我們不可以有一個 本土有十幾萬獨居長者 做一個助養老人家的概念呢 她又將她做了下來 現在在探討百多個老人家 After School Program Leo畢業之後 她就不做Engineer 她說 我們想在SHK做 她正在幫助這個 After School Program 做很多事情 林林 廚師 她參與幫忙 Table Food 2 希望為這個 十億人熬肚餓 十億人吃到傻 的問題 做一些事情 David 我們做Green Monday Green Monday 現在到今天 可能大家都聽過很多 我們跟很多不同的餐廳食肆合作 希望跟大家說 星期一去吃素 因為全世界 除了坐飛機很大的問題之外 吃肉 也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吃肉 肉食行業 contributed18% Greenhouse gas effect 是對環境有一個很大的破壞 我們覺得 除了要說之外 叫大家 每個星期 不用全部不吃 只是星期一 不吃這個肉 大家都做到的 而我們跟很多餐廳食肆合作 其中一個是學校的caterer 他們加入了我們 到今天為止 我們已經有超過 一百七十間學校 加入了 十二萬學童 在做這個Green Monday 我們希望繼續 spread out 出去 大家都試一下 吃一點素食 就可以幫到環境很多 我們每年 搞很多Award 希望 就是告訴大家 不只是 需要去拿些什麼獎項 是想大家開始想辦法 去想一些方法 幫我們解決 我們社會的問題 衝中點 七十歲 他能走 跌穿的頭 他也能走 南韓的一個學生 電波少年 我們叫他 他幫完兵之後 就指自說 我要走幾個沙漠的比賽 他想證明一些事情 澳洲隊 差點病到中間走不完 但是有兩父子在 他們一起 最後 也都完成了 這個女子組的冠軍 排第四種名次 他的哥哥 特地做義工 陪他過來這裡 法國人 去到終點 求婚 很難說不 他又要再跑250公里 才可以再求一次 但是很多女子 都在哭 不知道為什麼 日本人 他拿著他媽媽的照片 他為了他媽媽去跑這個比賽 中國隊 中間有一段行不到 其他三個 異話不說 將他抬起了 走完整個旅程那一天 這個呢 比較肥的印度人 一開始第一天 大家都說這個不行 其中一個不行 他走完 我的朋友 回到來之後 辭了一份工 很多不同的人 為了這件事 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最後我想說 是這位日本朋友 他第一天 已經扭傷了腳 他是一步一步地 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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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那一天 十幾公里 正常人一小時 兩個小時 都跑了 他走了六個小時 很多跑手 在終點跑回頭 陪他一起慢慢走回來 叫他的名字 到了終點 所有義工 和參加者 都哭了 大家很感動 因為 有一些人 為了一些不同的事情 為了他的目標 去做一些事情 我不知道怎麼去 改變這個 這麼固有的一個遊戲 很大的Problem 很大的Game 但是我覺得 我們最少可以 圍繞我們身邊 去想一些 我們自己能夠改變的東西 那我覺得 從今天開始 大家就開始dream一下 發下你的夢想 發下你的夢 由你的心出發 多謝各位